李宗盛 台湾 台灣我實在講 我做的時候 我在的時候 接著用臺灣自己本身的主題 經濟要發展 要革新 走出新的方向來改變改變 降低成本 以這個方法來進行 絕對呀 不要靠人家這個便宜的勞動力 想要來降低成本來出口 想要這個台灣啊 兩千年以後沒有這樣做 會盡量會出去啊 到大陸去的話盡量出去啊 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啊 現在經濟裡面啊 這個失業連口這麼多 大學畢業裡面都找不到工作 然後自己本身走的方向也沒有 還有這個貧富的差異 有錢沒有錢差的這麼多 這整個的社會是其他自己本身的 我要走什麼方向沒有 台灣的發展的產業哪裡 沒有清楚 在這裡 沒有自己本身 為基礎之下 現在的 我剛才說的 全世界現在的情形 等於藏國時代 藏國時代 你國家沒有照顧自己國家的話 你要照顧誰啊 有沒有辦法真正的 那幾個國家的 國家為中心 人民的生活為中心 沒有這樣子想 那幾個人的賺錢 只不過是 這個 就想的 得到有利的 給他進行的話 沒有辦法 這個台灣呢應該 現在 所以現在的 重新 應該 台灣 有自己的 要走的方向 組織性 要建立的好 有這種看法才對 對不對 這個問題沒有 組織性 市區的組織性 市區的自己要走的方向 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都不自己努力啊 這些問題 現在就留下來在這裡 那麼將來 要靠你們啊 我一直想 你們 你們這一代 最 你們這一代 最 最清楚的 頭腦 最好的 還有最 做事情非常肯定的 就是你們這一代 這一代 這一代裡面 應該啊 我看啊 有很好的 領導都出來的話 我們的方向啊 會 帶得更好一點來 不然的話 沒有目標 老百姓 我要不下 我的手忙吧 就是我要 不客氣講的話 就是這樣